2020 好,新一集節目 我和做拿的衣服一模一樣 和上一集 都是一齊錄光的 這一集我會主打一些 和地獄和元神功有關的 如果聽眾、觀眾有機會 其實我出過一本書 《述素奇緣六》 如果讀者會發現 為什麼我本書裡面有三分一的東西 都寫關於地獄的東西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大概在二十多歲的時候 有緣認識一個師傅 這個師傅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在我的生涯裡面 認識法科師傅的生涯 我可以說 我做了這個靈異節目之後 我才開始認識了很多一些 譬如六日茅山的師傅 我也是 但是在我還沒做這個節目之前 前半段的人生 其實我是很少接觸這些師傅 我想數上手指 我有印象都是三個之內 這個師傅算是我第一個接觸的一個 我其實應該叫他做神打師傅 因為我認識了他幾年 因為很有趣的 結果到最後這個師傅 他是信了基督教 所以自從他信了基督教之後 我都沒有跟他聯絡了 之前認識他的時候 因為我正常了解的六日茅山 譬如有很多寫符 有神壇 請同神的生涯 各樣東西 但是我認識的這個師傅 我以前覺得這些才叫做法科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這個師傅用的那些 我會覺得為神打 因為他是完全沒有符的 他完全不會拿珠沙王子去寫符 有沒有用手啊 劍指啊 是的 他就是用那堆東西的 還有他也很少用閒符的這件事 後來後來當然隨著時日 我對他 因為其實我跟他接觸了一段時間 很了解他那些東西的 開始很熟 他有一部分 很多就叫非同 其實不是叫同 是叫非雲 他們很多時候就是飛過雲出來做事 我聽過 所以我就後來接觸 就是因為這個網台 我接觸了很多師傅 我自己親身也都 找那些師傅驅邪 就是驅音器這樣 我才會分辨到 原來以前的師傅 那樣東西是很特別 就是比較冷滿 我用冷滿 好了 那時候認識他的時候 有時候聊天 他有提過 我們飛雲 我們這家專門是飛雲的 那我就再問多些 問問一下的時候 有時候會問我天堂是怎樣 地獄是怎樣 他也給了很多概念我 當然我不知道真還是假 直到有一次 我跟他在他的沙田薄康村 在他的壇那裡的時候 我跟他說 你經常說天堂地獄你可以飛雲 你帶我下去玩也不行 你那時候很後悔 是很假的 即是聊天 聊天 然後他說可以了 拿一隻手來 就這樣嗎 類似的 例如你拿一隻手來 然後他一手捉住我的手 然後說你閉上眼 記住 遇到任何事情都不准打開眼 他千叮萬捉我 他說你一打開眼 你的雲就會走失 你一害怕 你一害怕 你一害怕打開眼 你的雲就會一下子閃走了 即是閉上眼 是的 還要你一閃的時候 不知道撞去哪裡 所以這件事也引申到 原來有些小朋友被嚇到 失雲就是這樣的 要叫那個雲回來 好了 回到我的經歷 他就是這樣 叫我拿一隻手出來 一抓住我的手 一提點 說你千萬 任何情況都不准打開眼 記住 然後之後 那好吧 因為他一眼我欠了眼 我已經欠了眼 然後他就指點我 千萬不要打開眼 然後很有趣 那一刻沒有半秒 我不知道那個人 好像失蹤身 被人抓了出來 這樣的感覺 然後我開始 記得我不是 整個好像昏迷了 沒有意識 不是這樣的 我是還感覺到 我身體的四肢感覺 全身感覺 底下 有一種身體感覺 就是有少少 離一離 有少少好像跌一跌 失蹤心的感覺 然後我就看到畫面了 開始 腦子裡面 不斷有東西走出來 怕不怕? 原來這麼快 我就下了下面地府 厲害 還要拉了我的雲出來 下了下面 下去的時候 其實 他有跟我說 因為很特別的 原來 在全港九新界 不同的地方 都有些鬼門關出入口 剛好 那邊近一點 薄康村又有一個鬼門關出入口 就好像行人隧道 對 類似有個出入口 然後 他有提過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他就 在那裡下了去 其實經過什麼地方 怎樣 我是沒有概念 因為他拖著你走 因為他一拖 其實你半秒內 你就覺得有畫面 就已經好像 去了一些陌生的地方 是快到這樣 我們人 要慢慢走路 經過一些 譬如關卡入口 要這樣 我們那個人的時間 空間觀念是這樣 但是 當你的靈魂出來了 其實一閃 就已經去了目的地 你是 你比徐爾門快 對 比徐爾門快 你是不 不小心 我經過了什麼門 逐步逐步走 走兩分鐘 沒有這些過程 但是你落地那一刻 會不會很實在 就是落地 其實就是沒有 都沒有 總之我最有印象 就是少少失了重心 很輕微的 失了重心 然後腦裏面 一閃在眼底下 我腦裏面就出現影像 彩色還是黑白 開始看到一些灰色的地方 那些地方 有些地方 好像一些 我當時 就好像一些清末民初 有些平房 即是一些古裝街 類似古裝街 但又沒有那麼古裝 即是民初時間 你當我們現在的村屋 有兩種 我當 有些舊的村屋 只有兩層 二百多尺 三百尺 現在的新式西班牙 那些才是七八尺 三層 我下面經常見到 很多兩層 三層的那些 但就很像舊式村屋 那樣 有些人 真的 我們那次 第一次帶我下去 原來就是下一個平民區 就是往後 我們經常下 當作玩笑 經常下 所以我對地獄的概念 我很清楚 地府 地府的概念 很清楚 所以我就可以寫到 那本書 那麼多東西出來 就是源於那個師父 那時候 有沒有馬路 汽車 我看不到 有 看不到那些人穿什麼衣服 那些衣服 都是一些很 不是時裝 不是我們這些時裝 即是二、三十年代的那些 文初那些 那些 我想是 大襟衣服 四、五、六十年代的那些 即是 它又未去到古裝 又未去到時裝 在那個中間那一類 它全部的東西都是中間那一類 即是可能都見到有些女人穿一些旗袍 那些 旗袍又沒有那麼新穎 我總之見到都是一些很隨便的衣服 即是一些很平凡踏實的衣服 你看到在下面那些 是沒有身體的鬼魂 靈魂在下面等頭胎 那些就是我們這些 就暑了下去下面玩的那些 一看到眼神就看到了 是啊 你看那個眼神 簡單來說 他們下面的平民 全部都是死乳眼來的 沒有神的 還有樣子沒有表情的 但是我們那些人 眼神好像我們 在小的人 比如我看著你 有一種注視你的 你會感覺到的 所以慢慢就會分到 當然我在下面的時候 其實我就看著我 大外奈的師傅那個樣子 再看那些全部平民 都是死乳眼的 這樣分辨到 但是反過來 他們都看得出來 你們在上面下來 是啊 看得出來的 但是他們不會理我們 因為其實他們在下面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什麼 所謂沒有什麼民主 沒有什麼發言權 是啊 就是下面的人叫他們 你們在這裡生活好了 不要搞震了 哦 就是他們在街上走來走去 是啊 就是他們有一個範圍 限制住他們 我叫平民區 總之在這裡 還要很有趣 這個平民區 那個平民區 好像我們香港十八區 這樣 不可以過界 哦 你要生活 你就要在那裡 然後有些閘口 有些關卡 困住所有人 在荃灣區裡面 那管理得不錯 是啊 管理得不錯 所以可能這樣方便 就是分了 你荃灣區有這麼多人口 就是叫平均分佈人口 這樣 那還看到這些 有沒有下去有沒有說 那些人說 如果是在地府 不好吃那裡的食物 是啊 不能吃東西 是啊 他說一吃了就留下 我們 當時的師傅 他跟我說 全部東西不准碰 全部東西不准吃 他跟我說 盡量都不要和平民百姓 有任何交流 即聊天都不要說話 哦 打招呼都不好 打招呼都不好 總之我們當是一個不出聲 慢慢走過的人就算 哦 所以就 但是我就沒有問為什麼 糟糕 那有時候有些迎面來走 你看著他可能有些眼 contact 這樣就糟糕 看到就 你當像逛街那樣 即是摔下頭 你就平望去看 哦 即是不要特別看著一兩個 不要注意 那也不會 下面那些很順 是嗎 他在平民區等頭胎那些 其實都是很順的那些人 有沒有看過那些 即是以前那些 即是那些 噴啊 打耳環啊 民生那些 都是那些古舊的 是的 至於現在有些人 就說我銷一部iPhone下去 待會他可以發信息給我 對不起 在我那個年代 還沒有iPhone這件事出現 所以我回答不到 哦 即是幾難 即是全個畫面都是灰灰蒙蒙 有沒有看到那些車 是的 他那個環境好像黃昏那些光 又不光得曬又不暗得曬 你總之藥略都 你全部看東西都清楚 但就不會好像 你不可以叫做有陽光 即是好像天色蜜雲那樣 是好像陰天那樣 那種光度 但你落到你的雲下去 那有沒有感覺到特別冷些 沒有 沒有 即是好像平時那樣的溫度 我不知道 總之我去了幾次 其實全部是畫面 從我的腦袋走出來 我身體就沒有感覺 即是不會說有冷暖 即是經常入了你的耳 是的 但我想問 你的耳那裡你會看到 那些人會說鬼吃泥鬼吃泥 會不會聽到整條街上有些 那樣的 很有趣 溝通全部都是心對心 用心 即是我想 應該這樣 我想一句話 對方就會聽到 所以叫你不要說 所以我們其實不需要打開口 那個靈魂是不需要打開口 但師傅帶著你 你可以用心問 師傅這裏哪裏 但很有趣 我當時直接問什麼 他拖著我的師傅 我看到什麼什麼 我看到什麼什麼 這個可以不可以 那個需要什麼鼻子 我直接開口問他 他又開口答我 他做得師傅功力高 他開眼去戴著我 他開眼戴著我 他開眼戴著我 他開眼的雲下去 但我一直都閉上眼 很厲害 對 所以很神奇 所以不用說用布 什麼都不用 Casal到這樣 一拔就 一拔就下去了 好恐怖 然後你下去 在那個貧民區 其實它也有些社區設備 有沒有醫院 銀行 那些我相信有 但我未去到這樣 你去那個廣場 類似一條村 我們看一些古裝 有分農村和城市 但那些城市 都不是我們現代的 省城 省城 對 形容得很好 通常都是去這些地方 因為那個師傅 都喜歡帶我去一些比較 你總之一落 比較接觸多些東西的範圍 而且他說通常在這裏 都沒事的 村都不敢說 村都好些 但因為其實很 正如我們 其實每個國家都是 你總有一些行政的機關 你有一些平民區 有些娛樂區 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有一次我經過 我見到有些 真是有些好像 那些叫什麼 那些緝拿 要緝拿些什麼人 黃綱貼在那裏 有張紙畫了一個人頭 然後寄錢的 我真的見到這些 見到嗎 那他的錢是怎麼算的 只是錢多少 以前說了幾萬 幾萬兩 幾萬兩 然後還有一些很搞笑的 就是說 我見過有一張 那些紙登出來 寫著旅行團 去哪裏 可以讓那些靈魂的平民 由這一區 去第二區 旅行 但一定要有個街 帶著他 一定要 我參加旅行團 這麼有趣 那我想問 你說起那個錢 其實我想問一件事 你知道我平時有接金銀 我們化的東西有金銀 有這個陰獅子 即是冥通 多少千萬那些 多少億 另外還有稽錢 有些人就說 如果我們化那些紙錢的時候 那些金銀最好摺 因為摺了的時候 整個定金 如果不摺 就變成散紙 我也聽過有個人說 其實稽錢的流通量 是比銀紙更好 銀紙 銀紙 因為我們平時見到 有些地方 我們做祭祀 很多時候都是用溪錢走投 我們做法科的東西都是用溪錢 殺溪錢 都是不會用的 是冥通的 他們就說原來 很多地方 你比溪錢一定收 但是冥通就未必收 就是流通量 還有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我想問一下 因為這些我聽到都是傳說 其實這些溪錢 是等同我們那些 一元兩元 稅銀 是稅銀來的 是省紙來的 以前不是有殺銀 即是稅銀的 燒完加醫會殺稅銀的 其實應該是先殺稅銀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殺稅銀的時候 其實有個通知 我現在給省紙 叫做開路 是要做的 哦 一審了省紙出來 如果是四方的油雲野鬼 就知道有東西收到就會出來 另外一開路的時候 你一扔殺溪錢 那些鬼差有個約定俗成 就是說 一有人殺稅銀 就是有些東西要留意了 可能那些法師是做法師 或者怎樣 哦 即是給他們一個訊號 所以有些人 譬如你 其實你燒衣包之前 你做法師之前 那些法師是先殺了稅銀 其實是拿來開路的 哦 開了路 然後你所有燒的東西 有鬼差是特別來收東西 就是特別幫你處理 就是維持秩序那些 是的 維持秩序等等的 那些金銀呢 其實最好燒 當然你燒東西也好 你怎樣呢 你稅錢一定要走不掉的 是啊 但是真的呢 你說想先人去花錢呢 最好就是金銀 是一定要金銀 因為金銀呢 就等於我們 類似我們現在的一百五百塊這樣 是這樣的 即是比較大面額的一個流通貨幣 如果那些金銀呢 最好是摺了它 一摺了呢 下面就會成了一定金的形狀 是啊 我記得 但是呢 有些可能就是 你燒成一棟金銀 你沒人摺的 有些整棟 哇 整個枕頭包 是啊 那變成你不摺那些金銀呢 一張張就這樣燒 就變成那個面額呢 那個面值呢 小很多 即貶直了 貶直了很多 即是你可能一搭子才等於一定金 一定銀 這樣的意思 即是盡量接賭就接賭 即是如果有時間 然後呢 那些冥通銀行 我每次燒東西都不買 為甚麼呢 我還要每次都跟香足袍說 不要再入這些冥通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原來呢 你燒了一大堆 冥通銀行 那些這樣的鈔票下去之後呢 其實那些 變成類似我們 以前打仗 日本人侵華的時候 那些軍票 即是 即是你要儲一大堆 這些這樣的 冥通銀行 然後拿著一大堆 這些冥通銀行 走去兌換店那裏 才可以換到相對 你可以花到的錢 即是可能很大堆 才能換到兩三張金銀 是的 而且你換的時候 因為那些店 沒有我們現在的銀行 那麼多四圍都有的 下面那裏 那些店是非常少的 所以對於先人來說 是很不方便的 我每次都不會燒冥通銀行的錢 其實我想問 下面有沒有見過ATM機 沒有 都是很古舊的 全部人手做的 整條街這麼多人 那有沒有見到一些明星 公眾人物 那些 明星公眾人物 奇怪的東西 特別一點 特別一點的東西 即是有沒有見到一些特別的 譬如 有些真的很大隻 哇 為什麼這麼高大的 很可愛 或者有些看上去 那個樣子很實在 不是好像飄著飄著 那些是厲害的 因為你每個人的時間不同 其實到下面 都久不久看到那些鬼差那些 那些鬼差 都有巡邏 其實類似我們洋間的警察 都會比較稀疏去巡邏 穿制服的 沒有穿制服的 那你怎麼知道那些鬼差呢 你一見他的樣子 衰衰格格的那些 就知道 即是有些威嚴 惡相那些 哦 有沒有帶武器的 武器 有些有的 有些有的 即是有些都有的 他們是有些可以分配武器 啊 是啊 是棍啊刀啊 刀刀劍那些 都是好像古詞那些 古裝一些 哦 那你怕不怕 你一直一直都在 如果看到那些 我們在平民區那時候 就沒事的 但是我之後告訴你 我們玩得多的時候 我有一次說 不如去別的 平民區很悶 於是他帶了我一些 非平民區的地方 然後在那裡的經歷 就經常都要走鬼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原來我們的權力 即是我的師傅的權力 其實只不過 他要做任何事都要 當然在平民區沒事的 他要做事的時候 其實要跟那方面的鬼差去打交道 但是因為我們就這樣下去的時候 沒有預先打交道 沒有預約 沒有預約 還有我們去了那些地方 就真的 我叫那些平民區 叫地府 但是那次我多厚 喂很悶 不如去別的地方 喂我聽說 有些什麼 血池地獄 那些就叫地獄 即是一些叫做 類似我們現在的 那些 監獄 那些 行刑的地方 即是下去了嗎 是呀 然後又下去了 下去了 下去了哪裡 好害怕啊 其實類似什麼 我記得當時去到的環境 好像我在山頭的樹林裏面 遙遠地聽到很大堆的慘叫聲 很細 當然它的發維本來很大 因為我們站得很遠很遠 是不能接近的 是呀 很遠很遠 離遠見到類似 那裡在燒一些滾油去錄 即是錄那些靈體 錄那時候就是大聲叫 是啊 慘叫 然後錄完又 好有趣 錄完那邊 再浸一個池 那個池就會是 幫他們療傷的 療傷完後 又把你上來再錄 即是不停地做完 是呀 類似當是熱水冷水冷水 哦 即是 現在可以說了嗎 即是 整好你 再受個刑罰 即是不停的 可能要很多次 不停地受刑罰 那時候就是 我們去完這個 譬如 滾水地獄 然後去另一個地獄 刀山地獄 這樣走 然後有一次就糟糕了 就被鬼差看到我們 哎呀 因為我們沒有事先申請批文 這樣去了 那就正常了 你就亂走 然後我師父 就馬上帶我走 即是追著你們 對呀 基本上他們已經發現 我們有洋人 進了一些不應該去的地方 有沒有叫著你 喂 你幹嘛這樣 都不用餵的 總之他們的目光一注視過來 其實 我那個師父他都 察覺到 然後那些鬼閃過來 很快的 飛過來 立刻拉著我走 即是一拉你已經上來了 一拉已經很快 去回平民區 然後很快上來 其實你來回很多次了 去了很多次 年輕的時候真的很貪玩 所以我 導致我後來對這方面的事情 又很好奇 又不害怕 就是這個原因 剛才我也多口問了 你有沒有見到一些 特別一點的事情 因為有很多人 我聽過什麼 生日感人 死日感人 譬如有孤兒仔 有老人家 有老友亂 有沒有見到一些 為觀眾人物 或者認識的 這個人很熟口面 以前好像 那個年前我看新聞 見過他 即是有沒有這些 譬如過了新的明星 是的 即是那類 我其實都想問 會不會有機會見到 我呢 那麽多次來講 其實就沒有見到 但是 如果真的那個 我當歌星這樣 那個歌星 他如果落在下面等 等頭胎 其實你 你知道他住在哪裏 你確實是可以去見他的 可以的 可以找他 因為後來有一次 我不是說過 我二十幾歲 我爸爸過了身的 其實就是 因為有一次我媽 夢到我老爸 被蛇咬 就引起我的好奇 我就跟這個師父 說我想下去見我老爸 然後那個師父就是拿著手來 一觸 因為 我就想 他說你打算你老爸就行了 打算老爸的樣子 然後那個 一點點失重心之後 就去了平民區 接著 不知怎麽樣 就會感應到 因為我師父就會 那個方向這樣帶著我走 去到 就見到這間屋 好有趣的 這間屋是穿洞的 穿洞 接著我立刻 我有些回憶 就叮了出來 就是什麽呢 話說那時我老爸走了之後 去青蟲罐做附箭 買了大屋 衣包很多東西 但是當我搬那間大屋 去燒的時候 是下雨 整穿 所以下雨的時候 我又很心急 又拿著大屋衝 因為我又要避雨 又怕那間屋 凹濕了燒不到 所以我一大力的時候 就抓穿了那間屋 所以有幾個洞 所以就有洞了 那間屋 你知道我到現場看我才醒醒 我當年燒那間大屋 是被我弄穿了一個洞 那你老爸怎樣 我老爸沒有東西照 有得住就住 其實是不能接觸他 所以我的師傅都說 你離遠看好了 你不要過去 不要相迎 但他看不看到你 因為我看到我 我看到我老爸 他坐在一間屋的門口 這間屋其實是長期打開門的 坐在一間屋的門口 其實是在那裡發呆的 因為下面的生活就是這樣 你又不用 沒有什麼娛樂 沒有什麼生活 所以我看到我老爸 健康沒有問題 之後我就 安心了 那我想問 因為我們現場 都有燒的 那些司機 那些司機 工人那些 有沒有在那裡 那時候我看到沒有 只有他在那裡 然後除了這些經歷 我又聽過 有沒有聽過 蠟燭房 是怎樣的 每個人的揚獸 都會有一支蠟燭 是真的 真的嗎 我親身下去 那你回看自己的蠟燭嗎 是呀 很有趣 你下去的時候 你是會自然 感覺到你的蠟燭在哪裡 因為有感應 你知道我橫皮到什麼 是因為 將別人的蠟燭 拔出來 撕了一節 然後 拿我的蠟燭 黏在底 這樣也可以 其實不對 但永遠黏不到 因為 不是你的 是呀 永遠黏不到 掉出來 然後我就拼回去 人家的蠟燭 你夠膽我做 我不夠膽 下一節再說 下一節再說 我再說 我猶完神功 看看地獄的東西 還有沒有補充 什麼完神功 下一集再說 對啦 完神功